嗨 我是希達 因為我有點不太想要放太大的聲音 有點怕這邊隔一點茶聲音 就可能一直在法國都是這個聲調 門口長是這樣 然後我會 雨傘 然後 鋪腳的蜜粉 太陽眼睛 主持在的東西 然後它的鑰匙長超可愛 它鑰匙就是這個鑰匙 但它有這個 是鎖的 兩個鑰匙 超可愛的 這鑰匙真的可以用耶 超強的 然後我放鞋子的地方 再來這邊旁邊 就來到了淋浴間 淋浴間是整個透明的 非常的誇張 這就是所謂的法國的studio 就是那種超級小套房的意思 就是那種超級小套房的感覺 就是這樣 然後再來旁邊是廁所 這樣子 這邊有 一些東西 我還把 化妝品放在這 原來這邊就是鏡子 這樣子 這邊有 一些東西 我還把 原來這邊就是鏡子 超小 超小 裡面 一些無聊的東西 面膜 衛生棉條 衛生棉 帶什麼的 再來走出來 就是床 床上面 旁邊就是 衣櫃 很大應該看不出來 就是床 然後 我的電腦 什麼的桌子 這邊就這樣子 很小 它這邊好像是一個 我也不知道什麼機器 然後 我買的麵包 這邊還有冰箱 它是這種 電磁 它這種 我也不知道這叫什麼爐 它這種熱的很慢 但是它的蓄熱力很強 它現在還是燙的 因為剛剛吃完飯 然後它這邊有 附很多食物 吸氣 垃圾桶 然後椅子 然後窗外的風景 超漂亮的 今天天氣超好 超舒服 很喜歡巴黎的天氣 超舒服的 哇 漂亮喔 現在是晚上七點 天空還依舊這麼亮 他們好像到晚上十點開始 天才會開始暗 你看下面 下面是一個中庭 很漂亮 很漂亮 這一種感覺 小小的 但是我覺得這邊很舒服 因為它就白白的 它整個色調是白色的 我覺得很舒服 這是我的貓貓 它是我從台灣帶過來的 因為我比較不習慣 有陌生的環境下睡覺 就是比較 我希望有個 雖然很累的話 我還是睡不著 因為我希望有一個很熟悉的味道 這個貓咪是我在 出國以前就買好的 然後先吸收一下房間裡的味道 然後就讓它陪著我睡覺 可以聞著它 讓我放心一點 結束啦 我來到法國已經第四天了 我只有第一天的時候 有點 憂鬱 跟有點害怕 有點緊張 就是來到一個陌生的環境下 然後 嗯 對啊 就有點身為 異鄉人 有一點 有點 不知道怎麼去 就可能有點沒自信吧 嗯 所以會有一點 難過 有點難受 然後也很害怕別人 不知道別人怎麼看我的 之類的 就會有點 對啊 有點難過 然後有點 有點想回去 但是 過完第一天之後 就之後就很開心 這個天開始就 就很開心 什麼都很開心 今天來講一個非常 我做得非常白痴的事情 歐洲的插座跟我們台灣超不一樣 然後我想說就來歐洲再買 召喚期沒有關係 我就先去法國最大的電器行歐紅去買 然後我就跟他講 我就帶著我的 這個插頭 然後跟他講說 我想要 就是換的這個 然後我想說他應該懂 然後他就拿著給我 然後這個 我之後買回家 我就也沒有仔細看 我之後買回家發現 他是 他是給歐洲 他是給歐洲的人 插的兩桌 他是給歐洲到全世界 所有的插桌都可以用 但是 不知道你要在幹嘛 我反正用不到 所以就 然後這個超貴的 這個超貴的 我現在是不太敢打他 很價錢 反正就很貴 再來呢 我之後就買了這個 這個 這個 因為他很便宜 然後我想說 就買這個吧 這個最好笑的是 這個設計真的是有夠煩的 他旁邊旁邊旁邊的這個就算了 他中間還有一個這個 你知道這個 代表什麼意思嗎 就是我插這個 他好像插不進去 他整個就把它卡撕了 這個就是個大垃圾 所以他就不知道該怎麼辦 然後我就很生氣 我超生氣 然後之後又再買一個這個 啊 不對不對不對 我之後還沒有直接買一個這個 就想說這個算了 那我就因為他 就把這個拆 這個拆掉 然後我就再去買一個螺 螺絲起子 因為我想說螺絲起子 比一個新的這個還便宜 結果殊不知 他這個孔 這個孔是那種三格的 三格 跟一般那個四格的孔不一樣 那個叉叉不一樣 這螺絲起子 他有附很多的頭 你可以選 沒有一個頭在裡面 沒有一個 然後我就再買了一個這個 對 我應該一開始就買這個了 前面這些東西都不用 但是就 那時候我媽 我哥還有我男朋友 一起去送我機 然後那時候要進 就是要進去的時候 要跟他們幹 拜拜的時候 就 我真的超酷的耶 就是 就是有點 怎麼講 就是他們都跟你這樣 在念在那邊 然後我就覺得 天啊我真的要一個人的 就 其實我一直來都是一個 算是比較獨立的人 然後 就 我一直就覺得說 出國沒什麼大不了 就在那邊那種感覺 可是在那個當下 真的就是超無助 然後就 嗯 的那種感覺 然後就有點想哭 但是 之後就想說算了算 因為一開始要 那種什麼過一個 我也不知道那個叫什麼 東西拿去掃描 人類拿去掃描 這樣子 過那個之後就想說 不行不行不行 不能哭 不能哭半 就是別人就是 就是很 就很入國這樣 所以 然後在那時候 就比較冷靜下來 就可能 腎上腺素起來 就覺得說 我要把這個情緒給壓下去 那時候颱風來嘛 然後飛機就一直延誤 我這搭中國 國際航空嘛 然後那時候本來要去 成都轉機 結果那個成都 我原本是 晚上八點的飛機 結果 他現在換成 到十點 他才要起飛 所以中國航空就直接幫我們找到 長榮 長榮直飛巴黎 超開心 這樣直接反正就是 怕我們 delay吧 整個大升級 超開心 我心裡那時候 我就 我一開始很緊張 就是在緊張說 怎麼辦怎麼辦 到時候 飛機delay 然後到時候 搬機取消 然後那個 就怎麼辦 到底要 找誰負責 航空公司也不一定會 建的會負責 因為這就是 拍風問題 所以重點就是 我好幸運啊 超開心的 我那個 持飛是13個小時 我覺得坐13個小時的 飛機其實還蠻 也沒有到不舒服 還是因為我蠻會睡的 我大概 睡了一覺 然後看了 兩個電影 大概是這樣 對然後我坐的是 長榮的Kitty飛機 所以我也覺得 沒有很Kitty 他長得來 他也沒有到超Kitty 就是 也沒有到整整台粉紅色 什麼之類 整台粉紅色才比較帥吧 然後我在巴黎 我覺得 目前 第四天 其實我覺得 他們沒有很 甩 或是 就是 很不理你之類的 因為我覺得 風土明星就是 一定要 這樣子 然後 你好啊 就是 你只要跟店員 一進 一進去 然後 就看到他 他給你打招 或是你看到他 你跟他講這個 他們都會很開心的 回你 然後 就是可能 結完帳啊 就Messi 謝謝這樣子 然後 就是 再見 然後他們都會很開心的回你 就也會Messi 這樣子 因為他們其實 巴黎的治安沒有很好嘛 然後他們 那種 臭臉啊 或是 什麼之類 都是一種 保護自己吧 因為你在路上 可能也會一種 怪怪的人 來叫你 看起來就是 怪怪的人 然後 你就不要理他們 就這樣 就也是臭臉走這樣 你千萬不要回他們 有任何人叫你 都不要回他 就基本上是這樣 就是用 奇怪的語言 或是什麼 不是 本土的語言 或是 假如是外國人叫你 基本上不要理他 就是你你理他的話 到時候又被偷什麼東西 傻乎乎的 所以我覺得他們的那種態度 應該算是他們自己的保護色 如果你對他們有禮貌的話 他們其實都會對你很好 目前 看到的都是這樣 就是說他們看起來好像 就是有點距離感 可能是因為我們是亞洲人 我們習慣看亞洲人的面孔 對啊 就覺得還蠻好的 然後 這裡可能過得還蠻舒服的 都很開心 但是我在 腳那時候 我走路走到 然後流血 大流血 我想給大家看 那更可怕 就是水泡破掉 就 然後 這都是血 我一開始很怕被偷 但是我覺得其實 一個人反而沒有那麼危險 因為你一個人 你可以走很快 然後就是在那邊 就這樣 就走很快 然後就是在那邊臭臉 他們都 就常常不會有人過來 就是 跟你講什麼你 對 你只要 你只要看起來機靈一點 然後包包就是 不要就打雷雷的這樣子 如果都是 有一點 就是你好像看起來 就有點警惕的樣子 看起來精明一點 他們基本上 我沒有看到有奇怪的人來 要來接近 我就只有叫我 但是叫你 你可以走掉 他們就 他們不會怎麼樣 對 嗯 所以啊 就是幫助 也要來法國的人喔 嗯 那先這樣子囉 希望你喜歡這支影片 希望這支影片 讓你對法國的studio這種 房間樣式 讓你有點認識 也希望你們更多了解 我在這個法國的 第四天以來的生活喔 那我之後還會再拍很多影片 我在路上可能都會用手機拍 我再看看 看有沒有機會我再用相機拍 嗯 因為我怕用相機拍看起來 但用觀光客 可能會被 成為下手的對象 就是我自己的想像 呵呵呵呵 好啦這個影片就結束啦 希望你喜歡這支影片喔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可以給我一個讚 或是訂閱喔 那再讓人們就很可愛的 直接給你更可愛吧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